大家好 欢迎收看联播的两岸国际 继续我们做主持 第一宗新闻就是说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伟大的尝试 就是神舟十二号成功发射了 神舟十二号有三个太空人在上面 一位大家都听过的聂海星 十年前都上过去的 都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太空战士 即是不是巴斯光年 太空战士想去呢 就是搞这个太空站 因为国际太空站在2028年退役 神舟十二号发射 他负责帮手搭新的太空站 就是中国自己拥有的 这个做法当然也是在未来 因为你看到这么多的国家的太空计划 只有中国在建太空站 所以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就是世界上唯一有太空站的国家 这个当然是可起可好 因为你垄断了华耀权 所有人要用太空站 当然要问过你 或者要付钱 那些敌国和美国就不可用了 这个是基本的 另一个发展 你发觉就是 那个时间表问题 就是美国的太空科技 经常都会有一些 断层和间隔 例如太空站 你计划计计计去发展的话 就算是要退役 那你都会重新的 可能会没了 例如穿梭机 用下又退役 即是没有了 那你又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你试过美国还要射太空人上去 是要找俄罗斯射火箭 那你又跟他这么多牙齿印 那你就是要做什么呢 就是你很难明白 美国那种太空战略是什么 那中国你看到是 那种太空战略是慢的 但是那些东西按步就跟一步一步上去 但是美国起步是早 那但是问题是那些东西就搞到一瓦泡 那例如奥巴马年代 曾经说他要搞猎户座太空船 即是那个新的穿梭机 那搞一下搞一下 特朗普年代又断了 就是没了 那所以就搞了一个太空军 那太空军 那太空军 就是拿着一架UFO射你 即是没可能的 那你见到美国就 这些东西开始落后在中国那里 嗯 尤其是太空这个范畴已经 即是你见到再次升空 大家都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是的 那其实我看到他们 我觉得很辛苦 那些太空的人 真的上去很久 有没有食物 那些食物还要是特製 所以其实见到他们都很辛酸的 做这一行 其实 那这个唯一理想是无所谓的 就是我们做记者那些 那些人做战地记者 都是这样去的 是的 就是试过张翠庸 一个有名的战地记者就说 昨天见到一个BBC的年仔 是在Oxford 叫做PPE毕业 就是Protects,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就是这些人一般 你做完几年记者 在战地打滚了有经验 回到重庆的了 嗯 就是路很好走 那我昨天见到他 明天就炸掉了 就是摄影记者 是 当然很有趣 因为摄影记者 他一定是负责 陷他那些展场 一定要 然后主播 就是你这些才上去的 嗯 所以做摄影记 是有很大的功能的 就是在做战地 那些比较危险的情况里面 都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香港人 就是做记者 做维权报导 都是类似情况 就是你怎么面对危险 所以你说做太空人辛苦 那当然辛苦 但是人为了一名留青丝 我都可以的 嗯 哈哈哈 就是生当为人悦 死亦为遗憾 嗯 但是香港就没有机会 做太空人 所以我以前和一些 小孩补习 他说我的梦想 是一直是太空人 那我就说 很多人都想的 以前小时候 就发觉想多了 哈哈哈 不是 香港有几多个 是最后做到太空人 就是 是零 杨利偉就是中国人 但是就是 说得出香港 有谁真的做到 什么之前有个什么 我是小太空人计划 就是以前这些 广告小孩 都是 是啦 就是给一笔钱 可能就培育一下 说给你听太空的知识 那样 可能说一些技巧 但是不会真的有得 上太空 摸名师就是参加一个 啊 接着呢 那就不要说自己 哈哈哈 你什么表情 要做关事 是真的 那当然 大家都是CV 加了两行子 参加了这个 小小太空人计划 是 那大家都是为了砌CV 就是香港人 怎样有那么多梦想 是吧 那另外说梦想 那一个日本很唏噓的 就是说说公奇俊的儿子 那公奇俊大家都知道了 日本 应该有史以来 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漫画家 就是计这个 手宠自从之后 那他的儿子 公奇 吴朗呢 都尝试是这个 紫城父业 去搞动画的 但是被他拆到开花了 就是没有天赋 难扣料 嗯 那同一个儿子 眼中的父亲都是垃圾 就说 啊 公奇俊是一个零婚的父亲 嗯 那他一直搞来搞去 他一直搞动画 但都是不太行 因为公奇俊都80岁了 那公奇五朗呢 就尝试 接爸爸的手 那他吉卜力 就是他 他爸爸的那个公司 继续去搞的 那你见公奇俊都尝试他有几次 嗯 但是因为都是不感寂寞 就是又不是觉得 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死在画墙上面 就是 有人是幻想 就是你问我 还把怎么回事呢 当然 在演讲期间 dependeaan的 你说真的 大家記住啦 就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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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就最好 起碼你臨死前 還在做自己最喜歡的事 好過坐在這裡 不知道做什麼死了 如果你是一個有 像心或者想做一件事的人 你會這樣去想的 但香港當然沒有 香港人都想著怎樣賺錢 做老千 這是佔多數的 我發覺很有趣 大師也說過 不論是很厲害的人 周星馳 後來我發覺最開心是做有錢人 有錢有女友片 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你呢 那我怎樣說呢 之前節目也有人問過 或者說過 我讀過歷史 我預算是不太有錢的 如果我預算是 如果我做這件事 我不知道這樣就是非常笨 但我預算是這樣的 所以我選了一條路 那我有給 就是我放棄了的就是 其他行業可能賺錢些 但可能你都沒有這個天份 那就是這樣的 那公奇五朗這個案子 你看到日本有很多這樣的案子 就是他們上一輩 可能是天份比較高 亦都因為市場是急劇感 所以很多上一輩做到大師級的人 但是他們的子女 嘗試去繼承父業去創作音樂 或者去做藝人 又或者去做這個動畫 都是比較慘烈的 那公奇五朗 最初一套的動畫就叫做安雅與魔女 入選過這個康城的應戰 那大陸叫加納 但是在口碑相當差 就是在豆瓣 但是中國的一個最大的文青平台 它的評分只有5.6 那活在父親生命之下 是相當恐怖的 那這套我沒有看過 那大家可以看來看看 看看是不是真的那麼差 那你是不是都喜歡公奇俊的動畫 都一定有看過的 如果大家沒有看過 就應該沒有童年 甚至是完全沒有話題 那你記得他的漫畫 會覺得他每一次的題材又不同 還有他之前都有很多那些展覽 是搞公奇俊的漫畫 其實一個人已經可以出到 可以整個展覽都是自己的畫 或者自己的漫畫 其實已經成功了 就是在這個範疇來說 那我覺得公奇俊如果真的要 要給下一個接手 其實都有點難度 就是因為他自己是 藝術家完美主義 就是他可能覺得 我心目中那個杯茶 已經覺得別人畫得不好 那其實都會有這些問題 那希望他也是給多些鼓勵他的兒子 可以讓他們兩個 可能可以 指成副業 或者是繼承他的衣缽 但我覺得 未必要逼他 就是真的要成為他的 就是我覺得 他可以有自己的一套 或者他有自己的 另外一些東西 可能是混合和混合 有不同的東西 未必是要跟他的風格 我想是公奇俊那個公司 急不力 嗯 而且他自己是一個天才 當然是 但是那個問題是 你面對現代工業化 的動畫公司 你就輸定了 哈哈 因為很簡單 公奇俊 由劇本到作畫 到自己去畫 他做了 嗯 就是有人幫他畫些 但是他是一個 是一個全男人的人 是 但是你某人有天分 畫得很厲害 可能是劇本差的 哈哈 即是兒子 不是你這麼天分高的時候 你更加難這樣做 就是我很喜歡看 去淵源的動畫 嗯 但是去淵源是不會畫的 他是一個劇本家 OK 那作畫有蒼樹梅 就是那些人幫他作畫 但是問題是 你現代的文化工業 是一個流水作業式來的 而你用一個手作坊的方法去運作 那當然比較困難 那更加害怕 我兒子這麼沒有天分 哈哈 的時候就更加難了 怎麼不明白 即是你要培養他 由一個不是那麼聰明的人 你當然要他聰明一項就夠了 嗯 但是你又要學一個 手作的模式去做事 那你是 必然是糟糕的 是 那一題有新聞 伊朗現在總統選舉 多個票站延長開放時間 因為沒有人投票 哈哈 沒有人關注這件事嗎 因為伊朗的民眾呢 就覺得 那你搞這個新冠肺炎 就搞立法普 那又失業率又物價又上升 那你那些 改革派一點的人 那你又選不到 那不如就別鬼選了 那當然是贏的了 但是 他想令我投票率 比較好看一點 嗯 那伊朗的情況也是 他差了幾年 因為被特朗普制裁 那也都因為是 歐盟他一直都幫不了手 那現在其實他 最急切的需求 當然是和中國的基建協議 那他簽了的了 但是看看什麼時候去 去execute他才明白 就是中國用基建和他互責任 那這個是最大的貶數 那當然你又強硬派在上來 那也都 我想差不遠的 那因為有中國這個 基建協議做底 那你有機會 就問問美國多一些 沒有機會就算數 嗯 即這兩個國策 應該沒有什麼大改變 沒錯 咦 那我們去到 那另外又再說多一些新聞 那就是 嗯 中國和澳洲 近來都關於緊張的 就是澳洲的葡萄酒 給中國呢 就徵收這個反傾銷銷 那這個就是 因為澳洲比較傳的 即近這幾年 例如又是說 要廢了維多利亞省的 一帶諾協議 那之類 也都對中國有做這個 稀土的 禁運 那這個Morrisen 是有點低能的 因為其實他 是做了美國的馬前出 那而美國給到他的東西是零 就是你做完這麼多東西 原來什麼都沒有的 那就跟著美國去衝 澳洲是衝得最前那個 嗯 那當然歐盟國家都有做事 那但問題是 歐盟國家被制裁 那你比較難搞 就是搞一個 那你可能 整個英文跟你翻臉 那日本韓國 就比較少參與 那所以你去選來選去 都會突破澳洲 就是 因為國內的民族主義 需要找個出口 就是你講了這麼久 對面是指老虎來的 那你都要找個去突破的 那你有沒有東西補充一下 沒有啊 那我們就 那先說到這裡 好 拜拜 下集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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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